流動資產 第二個 非流動 非流動裡面也在分 長期投資 避險性 金融資產 不動產 產毛機 設備 礦物產 資源 生物資產 物形資產 其他資產 它負債就比較單純一點 就分流動和非流動負債 就是目前我們大概100年12月的時候 算是金管會 對於現在上市 金管會規範的就是現在上市上會 對於公開發行的公司 所以如果你是中小型企業 你根本也不是加準企業的話 你的套表其實是不需要 跟著金管會公布的那個內容去做的 所以就是針對公開發行的公司 就是公開發行公司是由金管會來 它是它的主管機關 所以它會被 根據金管會規定的格線來報導 好 那你可以對照一下 我們在94月裡面看一下 94月我們剛剛講說 之前我們的資產負債表就是流動 94月看一下中間是不是有一個表格 就是資產負債表的分類 流動 長期投資 固定資產 無形資產 其他資產 現在我們指什麼 流動 非流動 然後再把非流動下面再去分 好 長期投資 然後再一個什麼 避險性的金融資產固定 它現在不叫固定資產 叫不動 長期投資 設費 就這樣而已 有些名稱改變了 好 那我們的負債呢 在我們之前的負債有其他負債 現在已經沒有其他負債 而且我們也比較經常 其實叫真的非流動負債 好 那權益的部分呢 變動的比較小一點 比較沒有什麼變動 全面的負債大字來講 是一樣的 好 那這裡還有一點 我們要特別請你留意一下 跟可能 如果你之前有學過 中塊的話 會跟之前有一定不太一樣的地方 請你看下去 我十三頁的第二頁 避言所得稅 好 避言所得稅呢 它是不應將避言所得稅資產或負債 分類為流動 換言之 避言所得稅資產也好 負債也好 都屬於非流動 好 所以現在看這下比較簡單了 下學期我們講 所得稅會計處理的時候 因為它的規定是這樣子了 所以就比較簡單 先要跟所得稅會計處理 拿分 避言所得稅資產流動 避言所得稅資產非流動 避言所得稅負債流動 避言所得稅負債流動 避言所得稅負債非流動 現在國際會計處理者就很輕易到水中 不用了 所有避言所得稅的科目 換資產也好 負債也好 都列為非流動 就是可能 如果大家之前有修過中泰學的人 可能你要稍微把你的印象 好 印象的地方 好 好 那其他的地方呢 我們可以看一下 它的德式嘛 什麼是流動資產 大區是什麼 它在流動資產它有齊的定義 在國際快捷準的裡面 它非常重視 或者是它每一個分類 或者是每一個交易呢 它會有很多的定義 或者是它的一個文字敘述出來 所以我說 看國際會議準則 我相信 如果你習慣看會計有數字的 你看國際會議準則的話 你可能會看得下去 因為它的文字敘述 你就沒有辦法很清楚地去抓住 它要講的思想的意思 好 所以這我上次應該有跟大家講過 為什麼我不會在台詞 在丁王帝池版的裡面就是這樣 因為它太多文字字了 好 那我們看一下呢 什麼叫做流動資產 九十六頁 好 所以有時候你看這些定義 這樣很明顯 可是呢 你能夠知道它的定義的話 當你在歸類的時候 是你有幫助的 它說呢 在九十六頁 它一共有四點 這個四點 它說 預期將於企業正常營業週期中 變現或消耗或出售者 電線 但是指向應收賬款 它是不是會收到現金 或者是像重貨 它是不是會賣掉 好 那那個消耗 譬如說 預付費用 它指向預付費用這種 好 它就是會消耗 一年正常營業週期中 會消耗掉的 那第二個 主要為交易目的而持有 好 譬如說 我這個存貨是因為我要賣 我的目的是要賣 只是我的交易目的是 這個是要賣 所以它就是我的流動資產 那如果呢 你說我持有的婚姻資產 我的目的不是在賣 所以我也可以賣呀 會在正常營業週期之內 我也可以把它賣掉 我也可以把它出售 也可以變現 但是 我當時持有這個 固定資產的目的 並不在於出售它 而是我要使用它 所以像這種情況之下 它就不能算 所以不動產常營業設備 它就不能認列為流動資產 好 那第三個呢 就是說 預期將報導期間結束後 12個月內變現 所以報導期間結束後 你要想成就是什麼 期末 好 現在國際配選擇 它用了一些謎詞 就用了一些字眼 讓你把它想像一下 那就是我們已經整個 快進年度結束的意思了 好 那再來呢 現金或月當現金 它的用途如果有限制 而且超過12個報導期間結束後 12個月者除外 好 也就是說呢 基本上現金及月當現金 它都是什麼 當然就是流動資產 可是它如果有限制用途 它有限制用途的話 那限制的時間超過12個月以外的話 超過12個月的話 它就不能列為流動資產 好 好 譬如說好了 好 主委員我們講現金的時候 可能會稍微提過 可是可能也沒那麼多時間講 譬如說我們有所謂的補償性 補償性存款 好 我講了這個我們就休息一下 因為有人已經開始了 還滿多的精神不太好 好 我再休息一下 我們就發一下 補償性存款 什麼叫補償性存款 一般的銀行跟企業 借錢給銀行開接 借錢給企業的時候 它可能會要求企業要維持一定的 存款適合在這個他的帳目裡面 那這個如果是道德勸說 就是我跟你講說 我借你一億 那你可不可以留 這個讓你一億裡面 你留的這個五百萬在你的帳上 或者是五十萬好了 不要那麼多五百萬 只有五十萬好了 那這種我只是告訴你說 你盡可能讓你的帳上 維持有五十萬的存款額 沒有任何約束力 那這個沒有限制性 非常沒有約束力 可是如果我在借款的條件上面 合約上面寫清楚了 好 我盡你一億 但是你必須維持你的存款額 最少有五十萬 最少五十萬 所以換言之呢 你錢那裡你不能低於五十萬 如果你低於五十萬 我視同你借款的合約 違約 借款違約會怎麼樣 視同到齊 就跟你 你就要還錢的意思了 好 如果有這樣子 在你的借款合約上 有這麼樣的註記下來 他就有約束力了 這個時候呢 我這個五十萬的銀行存款 我就必須把它歸债 因為我借的可能是長期 就是說我這筆借的一億 買借主物嘛 可能是也很長 但是長期負債 那我這個限制性的補償性存款 就必須把它列為非流動 因為我知道借款期間 我都要維持這五十萬 是不能夠的 這樣聽懂嗎 這個叫做補償性存款 對這種補償性存款 我就不能列在現金 其一張現金的項內 而是單獨要把它分出來 放在非流動資產的底下 這樣聽懂嗎 好 這是這邊指的意思 好 我先修行一下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